大風大雨 滑著獨木舟奮力向前 實境綜藝節目 搭上巴黎奧運熱潮 由胡宇薇KID等七位藝人 挑戰從花蓮港 滑到日本石原島 艱困任務也迎來了 第八位夥伴 我們歡迎我們的第八人出現 等一下 這邊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一看到夥伴是 蜻蜓國手百八教練 讓成員們驚喜尖叫 百八過去在 亞運蜻蜓激流項目連兩屆摘營 而談到參加契機 百八也透露當時正處低潮 因為我參加了亞運會 可是在那場比賽 我卻沒有得到理想的成績 我給自己幾個月的時間 休息休息 經歷低潮後 百八成為全上最強夥伴 雖然過程中 常遇到預料外的困難 像是天氣大隊進度 還得顧及一人狀態 不過在團隊努力下 最終一一克服成功登島 大家在很茫然的狀況下 還是保持這個信念 然後一起去克服 每一次的困難跟挑戰 做到證明這件事情是可能的 開心何七位藝人一起證明 只要努力就有機會 也讓更多人認識 蜻蜓及獨木舟運動 台灣是一個海島的國家 水上運動其實相對來的 比較沒有這麼的蓬勃 那也希望就是透過這些節目 讓更多人有機會去認識 節目距離華巷石淵島越來越接近 成員們如何克服挑戰 達成夢想也讓觀眾越來越期待 先詢問的中部中心還能特有波動